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NICON相機 如何使用Leica RO鏡頭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上次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Canon的相機 配合這個Leica RO的鏡頭 如何使用 以及拍出來的相片 原來有很大的迴響 有些用NICON的朋友 他們都想知道 我用這部NICON 其實是否可以同樣 可以將一支Leica鏡頭裝進去 其實是可以的 譬如說 有一個折環 就是將原本 這個就是一個原本的 Leica RO鏡頭 將它拆出來 然後換了這個 是Leica RO鏡頭的 盒子 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完成品 這個就可以用得到的了 抖下去就可以了 只不過這個你留意一下 Leica RO鏡頭的位置在 另外一邊 和拉卡不同的 裝的時候要留意一點點 現在就用得到的了 其實一樣是這麼方便的 對得 不過它沒有嘟嘟聲的 會有一個白點顯示 那個中招的位置 這個位置相對來說 對得比較準一點的 因為它少了一個抖 虛位也減少了 變了是對得比較準一點的 那你說如果我自己去換 其實是可以的 買一個抖 自己去換是OK的 那如果你說想 不懂得搞了 那找師傅搞也可以 那大約呢 就連工芭蕾大約是500元左右 那這個換了之後呢 其實用起來呢 是比其他那個更好用的 喏 鏡頭又這麼好了 相機又這麼正了 那到底拍出來是怎樣呢 是不是真的我所說這麼漂亮呢 我現在和你去分析一下 好了 Nikon相機 和這個拉卡鏡頭 如何接合 大家剛剛看完了 大約會心中有個數的 那到底 用了拉卡鏡頭 是不是好處了呢 是不是拍出來的東西 會好了呢 那我不敢說 現在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在較早前呢 我拍下來的 不同的作品 分別用了是7支鏡頭的 有28mm 35 50 90 100 以及兩支Zoom鏡 分別是70-210 以及21-35的鏡頭 我們從第一張開始看 第一張是人像 這個就是沒有打到任何燈 亦都沒有用反光板的 那外面這裡是戶外 那光線由外面射進來 那室內是沒有燈光的 那是看到那些光暗的過度 由光至暗是變化得很自然的 還有呢 就 拉卡鏡頭呢 對於這個 這個紅三元色呢 那就是比較 出色的 令出來的效果 色彩還原比較高 那可以看到呢 Model 的旗袍呢 因為有一點光面呢 是更加能夠 有一點反映到這支鏡頭的優勢 那至於說 頭髮的細節啊 都是很清晰 那在對焦方面呢 其實可以做得不錯的 因為 只要我看回 它的小圓點呢 著了的時候呢 我知道那個對焦位呢 是對盡的了 這個都是同一個環境 只不過是換了一支 50mm的鏡頭 去拍攝這張照片 那50mm的鏡頭 這支呢 其實也不貴的 都是在說4000元左右 視乎你的 Condition 一定 那個價錢 那雖然 當時呢 就是 有下雨 你也看到 遮蓋是濕的 但是 那麼暗的環境呢 是 色彩呢 依然是可以出得不錯的 都是剛剛所說的 是三元色 是出得比較 出得好的 尤其是紅色 那 這是一個戶外的環境 那 當時 天氣不錯 有一個帆船 就是 海邊 剛剛那個環境 只不過是換了另外一支 Zoom鏡 是70mm 去到210mm 這個是用了210mm 去拍攝 雖然鏡頭只有四光圈 但是 因為焦距的問題 可以令到後面的虛化 是比較厲害 更加令到主題 去突出 至於石上的青苔 亦都是 交代得很好 好了 這個是一個 近攝的相片 可能你會猜 這支是一支 沒有感覺 這支是一支 是港角鏡 其實這支 是一支 21mm的鏡頭 去拍攝 那 這個叫做 Super Angulon 這支鏡頭 是做港角鏡 是比較 出名的 那 它對焦 最近 是對到 是 0.1 至0.2米 左右 幾乎是可以 碰住 那個物件去拍攝 幾乎 你看到 是挺有趣 還有 亦都有很好的 交代 你看到 雖然這個 白色花 整個都是白色 但是 看到 它的 花繁的細節 細節 文理 以及 起伏的位置 亦都是看得很清楚 這個也是同樣在那個環境裡拍攝的 只不過有多了一個模特兒在這裡 當時是日落黃昏 邪陽射過來 這裏後面的點點 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在這裡做了 只是 陽光打了去 草那裏 做了一個反光的位置 因為 拍得比較近一些 對模特兒比較近一些 變成後面的虛化 會比較厲害 變成後面 好像有一點點輪光的感覺 這個 同樣是 那個位置 只不過 又換了另外一支 Zoom鏡 這支是70-210的鏡頭 當時是用了210mm去拍攝的 看到這個雲海 是很迷幻 而那個太陽 因為有些雲的遮蓋 這些位置都是看得到 清晰的 這是一個廣角鏡 21mm 四光圈 當時 刻意把相機貼近地面 從而拿到一個放射性 你會看到 一個21mm的廣角鏡 其實它可以做到 線圍做得很直 大廈有其 這些會明顯一點 好 OK 同樣 21mm 四光圈的鏡頭 你會覺得 會不會拍攝動態方面 手動鏡會比較難攪拌呢 只要用一點技巧 就並不難解決這個情況 好像這一張 其實當時 首先把對焦位 對著模特兒 然後 收回一點光圈 當大家叫1 2 3的時候 拍攝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一支 Zoom的廣角鏡 21mm 至35mm 這支鏡 多了的地方 就是AS Factor 會看到 畫面整體的光暗 是比較平均的 銳利度也有增加 同樣是動態 這個是35mm 二光圈的鏡頭 也是用回剛剛說的方法 會先對準你想拍的物件 模特兒 模特兒 人物 然後 當 1 2 3 行動的時候 按進去 即時把那一刻 捕捉了下來 你會看到 模特兒穿了白色的裙子 上面的細節位置 是有層次的 不會是一塊的 是說 衣服的截跌位 起伏 都是有交代的 手 肌肉 這些立體感 是很強的 OK 這支是一支 28mm 2.8光圈的鏡頭 這是第一代 價錢都是四千多元 算是比較抵用的鏡頭 當時的環境 都是這樣 灰灰暗暗 有些想下雨的感覺 天上面 會多了比較多的雲 我並沒有教到其他什麼東西 只是 調一調光暗 就看到 那個 氣氛 是做到 是當時的感覺 一樣 而且是 細緻 水面的起伏 也是看得很好 也是看得很好 同樣是 G28mm 2.8光圈的鏡頭 不過這個 用了一個特別少少的效果 玩了飛燈 用了兩支燈 一支燈就在前面 打著 模特兒 另一支燈就在後面 做一個光影 照出來就特別少少 變成了環境的光 環境就比較暗 主題就會光 主題的模特兒就突出了 這個也用了一個變焦鏡 72-10的鏡頭去拍攝 當時看到這個媽媽看著她的女兒在參加跳馬比賽 這個比較有趣 其實這支鏡頭 是一支 100mm 2.8光圈的鏡頭 是用了APO的技術 它主要是拍攝微距 但是 如果你說拍攝中距離的東西 一樣是可以 按撒加的 當時就用了較高的快步速度 這個婆婆就在這裡等著麵粉 可以看到麵粉的細節 可以看到的 因為附近正在煮東西 有燒柴 有些煙造成的氣氛 就不錯 這一下就拍了下來 就把當時的感覺完全記錄下來 這個也用了50mm的鏡頭 是刻意把它轉為黑白 當時拍攝的時候去彩色 變成黑白是更加看得到 外婆婆的面容上面的皺紋 的起伏 紋理 還有 老態的感覺 是因為黑白相片更加濃烈的 這是100mm的微距鏡 這就是聚撒加的發揮 影微距 你看到 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個麥蜂仔 它的翼 這些上面的紋 甚至乎 有些毛毛 花蕊上面的細節 黃色花的紋理 起伏 全部都是有膠袋的 再加上一個綠色的後面的樹葉 令到花蕊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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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隨便拍一拍 那個 有一個 撿垃圾的工人 在河邊餐廳 看到水波紋 這些細節 這麼偏偏 感覺不錯 這個就是一個河花 用了一支Zoom鏡 其實Zoom鏡這支也算不錯 也不貴 都是五千元左右 你覺得收不收火 可以自己看看 我不太多評論 譬如看到 上面有些水點 花的表面有些水珠 鏡頭對於這些輕微的變化 是很敏感的 完全可以記錄下來 這個就是因為氣球的顏色比較多 而且氣球有一點石子的成分 有些反光的位置 比較有趣 而且背景的綠色更加能夠顯影到 這些七彩繽紛的氣球的感覺 放大給大家看看 放大給大家看看 這裡比較明顯 因為它的反光位比較厲害 看到它的立體感很強 這張照片 覺得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時的光線很暗 雖然調高ISO 調高到2500 並不代表調高ISO 可以拍得很光猛 光可能是光的 但色彩還原可不可以呢 那就好看鏡頭 對於吸光的能力有多高 就像這裡 就是這樣 的士是深紅色的 當時環境 可以看到 和我這張照片看的環境 是一樣的 其他人的衣服 的顏色 也是一樣的 例如這些 尼巴的草 樹木仔 這個綠色 也能夠出現 當時的綠色 我覺得挺有趣的 可以色彩還原 做得這麼高 這支鏡頭 52mm 二二光圈 其實也只是三千多 四千 的鏡頭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也有些 有些驚訝 這個是28mm 2.8的鏡頭 拍出來的 以下面低炒 雖然說是爆光 但是 花反的紋理 是沒有因為這樣 而是 損失了 一樣是看得這麼好 這個是酒店 放了一個水晶的煙杯鐘 因為水晶這個設計 可能是玻璃都不頂 因為它有很多的切割面 變成是在光暗通透的感覺上 可以測試到這個鏡頭 對於這些光暗的變化 它的紋銳度 這個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紋銳度都很高 這次是一支35mm2的鏡頭 這個是有幾把不同顏色的傘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試一下拍一下 其實你看到的顏色好像不太濃 因為這些傘都放了一段時間 本身都是這樣 顏色的 這個是香港 都難得天空那麼難 就用了一支 Zoom的2135mm 這個是有ASPatch的 整體畫面 都是比較光暗平均 亦都是比較光暗平均 越簡單的東西 其實是越難拍得好的 好像這裡 那麼多繩子放在這裡 我就看到那個繩子的顏色挺有趣的 比較多顏色 我試一下拍一下 這樣出來也挺好 其實越簡單的東西 就越難拍得好的 好像這個 這個 這麼細緻的位置 你也猜不到 是一支92mm的鏡頭拍的 這支是大約6000元左右 都可以拍到這樣的效果 氣氛不錯 OK 大致上相片我就介紹完了 相片我們就看完了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看我們的東西 就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個讚我們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好了 那現在這一支就是 這支是Leica的鏡頭 這支是Leica的鏡頭 你看到這個 原本是這個 Leica Munk 來的 Leica R Munk 其實是放不下去 放不下去 放不下去 就要換回幾顆螺絲 換回一個 Nikon的下去 這裡寫著 Nikon的這支 換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之前已經有一個 換好 的 給大家看看 這個 是 R 去Nikon 換完之後 其實也是一樣 有滴滴的聲 一樣可以的 扭下去的時候 紅點對白點 打一聲 就完成了